欢迎来到第五个视频 通过上两期的视频 大家应该了解到了基本面分析和技术分析 所以这一期将给大家分享一个新的策略 那就是SPEND SPEND方式 至于SPEND方式指的是什么呢 我接下来将给大家一一的讲解 所以这一期的课程大纲将学会如何利用SPEND方式分析股票 还有应该在什么时候卖出股票 总体来说在股市中最关键的一点还是要买低卖高 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Buy Low 销害 就是在股票还在被低估的时候买入 然后在被高估了之后再卖出 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些物有所值的股票 那么SPEND方式将从五个方面分析股票 那就是S Smart Money的庄家 P PE Ratio的市盈率 E Return on Equity 股本回报率 N Net Tangible Assets 净资产和最后的D Dividend 股息 那首先SPEND方式的SS for Smart Money 庄家 是只能在较大程度上影响或界定某个股票的走势的大户投资者 当中就包括一些散户 券商和资金等等 他们时常会出现在新闻或报章上来宣布他们所购买的股票 但是我们应该仔细想想他们会以您的最大利益形式吗 因为他们一般的行为都会和所说的恰恰相反 所以我们应该谨慎地对待他们所发出的新闻 第二个条件便是 PE 本益比 PE 平均来说应该在15到17倍 但这应行业而定 您必须始终记得将股票的PE与该行业的PE进行比较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股票的PE是低于其他行业的PE 第二 您可以从已发布的报告或信息站获取该行业的PE 接下来E便是股本回报率 ROE ROE揭晓了公司的管理实力 也表示公司产生净利润的速度 我们对ROE最低的要求便是10%到12% 现在让我们来看N 净有型资产为Net Tangible Assets 它将告诉您公司的净资产 这里有一个提示就是作为普通的股东 拥有NTA越高的股票越好 但是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级别的NTA 比如说服务行业总体来说的资产就会比较少 所以他们的NTA可能会低于其他行业 所以我们在分析NTA的时候必须因行业进行一些调整 那最后的D Dividend就是股息收益率 我们要求每年至少3%的股息收益率 股息收益率是衡量您从公司收到的实际现金收益 投资者通常将股息与银行利率进行比较 以享受股息和资本收益的好处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什么是卖出股票的最佳时期 那购买股票总是比卖出简单 所以当投资组合中的某些股票表现不佳 并开始出现亏损时 我们就应该开始摆脱这些股票了 所以以下有五个重点 第一当股票价格达到目标时卖出 这一对股票投资采用的风险比率是2.5比1 也就是说如果您的利润目标是20%的话 则亏损点应该比购买的价格低8% 所以在购买之前请所有的投资者 确保您的计划好 确保您计划好该股票的获利目标和止损点 当股票达到预定的目标之后卖出 千万不要贪心 同样的当股票跌至您的止损点以下的时候卖出 我们对此没有固定的规则 因为这取决于股票的性质和您的投资技能水平 那蓝筹股通常会比高科技股有更高的值升点 第三点就是当股票被高估时卖出 当股票被推高至超过其真实的价值时 它们更容易会暴跌 所以当您看到股票以很高的市盈率交易时 并要开始小心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策略 就是可以在价格被高估时卖出 然后在市场调整期间再进行回购 卖掉高估的股票肯定比购买高估的股票更好 接着是当公司发生根本变化时 当公司发生变化时 投资者必须重新检查 它是否还和购买时的表现一样良好 如果发现了不良的变化 请勇敢地卖出股票 最后就是当总体的投资目标发生变化时卖出 当您的风险状况和策略发生变化时 请及时做出调整 来到最后给投资者的建议 就是要实施观察股市与您的投资计划 如果可以的话 每两到三周以span方式检查所有的股票 如果您是新手的话 请每天阅读商业新闻 和最终农值的价格和数量 在我们结束之前 想给投资者最后的一些建议 那现在您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投资知识 则可以先投资一小部分的资金 然后随着您的信心 逐渐增加您的投资 我们在投资时难免会犯错 但一旦您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要立即止损并继续前进 寻找更好的公司 这样的话 从长远来看 您一定能够得到回报 那视频的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